哈喽大家好,我是Hexi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些不可学的东西 因为新年也要到了嘛 相信新年大家都会看运势 看自己的风水到底如何,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Mapbank所推出的一份报告 是专门讲2022年的风水投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会站在风水的角度 去看待和分析股市 这里先讲,我不是很厉害风水 而且风水还有很多术语 如果我有讲错什么的话 就可以纠正纠正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风水投资这种东西 所以也是觉得很有趣 就决定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它也很符合新年的主题 我是第一次讲这种 而且我是看着报告来讲的 所以不要误会我是什么风水师啊 这里我们就当作娱乐来看 不要太认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这份报告是由Mapbank和风水师 Kevin Chan所专写的 首先这里就有说到 今年是虎年 那么鼠目、鼠水跟鼠金 会是今年最旺的属性 首先鼠目的力量是最强的 会在上半年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但是也会引来了很多竞争对手 所以投资者就要多注意一下 公司的profit margin 就像我上个影片所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看一下公司的gross profit margin 那么当竞争对手来的时候 公司还是有竞争优势 还是可以出货下去的 鼠目的行业这里就有提供 农业、教育、交易和时尚产品 比如服装业等等 接下来输水是第二强的行业 这里就有说到 在这个行业里面会有很多价值的出现 如果要说具体的时间点的话 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是一个很好的入场点 那么鼠水的行业就有运输、酒店跟集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 今年会比较不忘的行业 也就是比较客的属性 就是火跟土 那么输火跟输土 分别的行业就有旅游、科技、娱乐、房地产等等 这样看也是满准一下 今年的科技股被杀股值嘛 然后航空业AirAsia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嘛 也有可能马来西亚会引进多两个航空公司 接下来他就回答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在2022年表现最好的三大行业会是什么呢 所以主要的有三个行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运输、交易跟医疗 医疗行业我是不确定 如果它是准确的话 那么也代表着我们的疫情可能不会结束 这等下我们会继续再说到 再加上也有可能会不会是Omicron 又来清晰了我们的生活呢 那么如果医疗行业在今年会有所表现的话 就代表病毒还是会有存在的 那么跟医疗跟病毒有关联的那几间公司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是教育 教育这一个板块我不是很熟悉 如果有朋友很熟悉教育行业的公司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大家知道 那么接下来就说运输 在运输公司就有几间比较大的公司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MISC、Tasco和Westport 也有其他板块会表现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农业跟金融 那么在2022年 我们必须避免的三大行业会是什么呢 就是航空、地产跟科技 说到航空业 这也有道理 因为刚才他是看好医疗的嘛 那么如果医疗表现好的话 代表病毒还会继续下去 那么航空业就会受到影响了 然后再加上Omicron的病毒 就导致到了预测今年的航空业 不会有所改善 那地产方面呢 可能是因为之前中国那里的事件 和房子现在是属于一个 over supply的情况 在Property Guru Malaysia 在2021年 整体房地产的asking price有所下降 下降了0.84% quarter on quarter year on year是下降了1.79% 预计今年这个行业的情况 可能也不会有所改善吧 接下来就说科技 这里就说到 科技股会有一个涨幅 但是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领导层和商业模式的一些因素 所导致的 接下来当然就有人会问 Covid在2020年会结束吗 他就说到 根据天象 是没有任何征兆显示 疫情会结束 他可能会受控 但是他还是存在的 并且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跟影响 这也就符合了刚才所看好的医疗行业 和航空业会受到影响 那今年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参考一下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那里的市场会怎么样 就像之前讲 鼠木、水跟金 会是今年比较旺的属性 而美国是鼠金的国家 今年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看好的 如果根据他这说法 那美联储加息 对美国的影响 应该不会像大家预期的这么糟糕 也有看到有些大佬说 美联储的加息 可能会影响 上半年美国的股市 但是在下半年 整体市场还是会有 Double Digit的成长的 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话 那么就跟风水所预测的是一样的 这我们就要再拭目以待了 这里就回答到 今年会不会有中美冲突 在军事冲突 是金跟火的摩擦 应该是不会出现在今年的 加上两个国家的权力 都有所侵蚀 比如加密货币 所以这也进一步的减低了 双方在长期的冲突的能力的 接下来这里bonus给大家 我也有再去上网找一下 还有什么关于风水投资的一些资料的吗 结果就找到了这个网站 说什么行业 在什么月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里就带大家去看看一下吧 最后 今天这一期是配合新年的主题 所以在这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投资顺利 希望大家接下来可以过个好年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